前一段时间网络上沸沸扬扬的外国小伙子扶摔倒大妈遭讹诈的事情呢 我们当时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关注 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 设施的外籍男子存在多项违法行为 依法进行罚款之后将其遣送出境 12月2号在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一路口 一名外籍男子驾驶摩托车与一名中年女子发生轻微交通事故 致使该名女子受轻微伤 警方根据监控录像及核实的情况查明 当时外籍男子涉嫌无证驾驶二轮轻便摩托车 车辆无号牌违规载人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警方已合并给予其行政拘留7日并处罚款1500元的处罚 此外该男子及其父亲未经批准在北京非法就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相关规定 依法给予其行政拘留5日并处罚款5000元人民币的处罚 给予其父行政拘留14日并处罚款1万元人民币的处罚 处罚后依法遣送出境 同时警方对非法聘用二人的用工单位 开出了2万元人民币的罚单